好那么花莲县政府是获得中央配发13500剂的疫苗 那么15号起在五处街总站 针对第二到第五类对象来施打 那么为了要了解施打的状况 县长徐正卫15号上午呢 是前往了北浦国小体育馆来了解施打的情形 县长徐正卫在卫生局长出家乡的陪同之下 前往北浦国小体育馆来了解施打疫苗的情况 国庆805医院也为全程为第二类第五类的人员进行施打 县长徐正卫也听取国庆医院院长说明施打的情况 以及施打之后会有哪些状况来进行说明 县长徐正卫表示由于大家相当所次序 施打情况可以说是相当的顺利 我们今天是6月15号今天开打 这个第二类到第五类的所有的人员 那花莲县分五个地方来开打 一共要开打大概将近快6千人 那今天正卫到我们北浦国小来看我们整个新城秀林地区 要开打二到五类的人 那我要感谢我们的这个805医院代院长的团队 来协助花莲县政府为我们二到五类的这个伙伴来打 施打疫苗 那到目前为止是施打了这个整个程序 还有我们的这个大家都非常非常的配合 这要感谢而且井然有序 这在事情的规划真的是要谢谢我们代院长团队 还有我们北浦国小的这个校长 那把这个地方安排成我们大型的这个疫苗这个注射的地方 那这个会在这个地方会有礼拜二和礼拜五 那三四的部分代院长团队会到机构 以及我们的长招机构来做的到这个长招机构内去做施打 然而在明天开始我们在北浦国小这个场地 也会连续两天为我们长者来施打疫苗 行为表示 16号到17号两天 开始主要是针对90岁以上长者 85岁以上原住民长者进行施打 从15号上午8点开始 接受电话预约 线上24小时都可以预约 希望指引们能够多帮长辈献上预约 接着可以前往13号认识 卫生所都可以进行施打 记得就用你亲家伙伴侬